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遇到上述情景啊 需要一道菜就是很快的很简单的就能够把它做出来 今天我想来教大家做柠檬手丝剂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将鸡腿煮熟大约是15到20分钟 那么在煮的过程中呢你可以放一些姜和料酒来去腥 小爱同学 料季时15分钟 好的 吃我的猪肉都不上去 接着就是将鸡肉过冷水 让它快速的冷却下来 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也可以让鸡肉的肉质变得更加有弹性 鸡肉冷却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同时准备一些配菜 这里的配菜呢就是辣椒 香菜 薄荷 你也可以自己切一点蒜 好了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开始撕鸡了 那么就是撕鸡呢我建议是在手上带那种塑料保鲜袋 这样的话会更卫生一点 然后呢在撕鸡的过程中呢你尽量把那个鸡块撕小一点 然后皮也可以撕下来这样的话味道会更好 那么接着就开始拌了 那么我们把刚刚切好的配菜全部都放进去 现在是放鸡精 放一勺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盐 接着再放一点醋 再放一点麻油 和蒜蓉 如果你切了蒜的话就不用放蒜蓉了 这个呢是AH的那个柠檬汁 那么我觉得加柠檬汁味道会更加的入味一点 切了柠檬就只是一个装饰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拌了 如果只是用筷子拌的话 你可能那个味道不会全部都到鸡肉里面去 所以你吃到的时候会有一点挂蛋 手拌一下会比较好 好了 这道简单的柠檬手丝鸡就这样完成了 我觉得这道菜的口感非常爽口 比较适合这个季节 其次呢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你再也不会觉得工作日做饭 是一件压力善大的事情了 当然啦 你也可以发挥一下你的创意 为这道菜加入更多的美味 比如说你可以放花生 也可以放黑木耳等等 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视频 再不请给大家radISA 129 1 2 3 3 2 7 感谢观看